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刘思伟先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陈文希先生的艺术之路 刘思伟先生现在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总裁 但是他之前担任了很多年在新加坡美术馆等等的有关策展人的一些工作 非常欢迎思伟 我们站在这个窗花面前其实也很有代表的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当年陈文希先生就利用他家里的窗花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几何的图案 如今还在他们那个旧家Five Kingsmeat Road的大门里头还藏着他的那些几何图案 于是我们站在这个华族文化中心的常设展里 这样这个展区呢是希望通过一个家的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背景的设计 来突出我们华族文化的价值观是如何在家里在家庭里传承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了我们这幅组屋的一些旧门啦 窗子啦窗花啦 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展览设计里 也就是说可以可能就是陈文希那个年代那个窗花 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候的那个窗花 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我知道您最早是当一名律师 是的 后来就是转变这个跑道进入到艺术美术的这个领域里头 对 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很早就对美术很感兴趣 而且跟我们今天要谈的陈文希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缘分 嗯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 这样其实我呃从小就对画画有兴趣 呃这样在念中学的时候我也去修读那个美术 呃就是呃去考O Levels嘛 呃我记得呃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常提起在五十年代他是这个华侨中学的学生 这样当时呢呃呃在华侨中学就有这个这个 陈文希拉中士兵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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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博物馆画廊举办了一个歌展 这样他就带我去看 当时应该是第一次看到陈文希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你是中学 中学生,对,1982年 你看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参观了展览之后 我对这个作品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参观了之后 我记得我们在展览场上买了这个展览的画册 就是当年就是买了这一本 对,其实我非常喜欢陈文希的这个水墨画 尤其是他的花鸟的作品 我觉得他表现这些小动物啦 鱼啦,或者这些鹿丝啦 都表现得非常生动、可爱 所以当时呢,我记得我特别喜欢 里面的一些图片 还把它剪了出来 可以看 哦,这是剪出来的? 对,对,对 也不小心把它剪破了 所以把这些图片剪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把它装上镜框 挂在家里欣赏 所以就欣赏了好几年吧 哦,他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 所以你在画画的时候也看他的作品 偶尔吧,偶尔 会影响你的这个审美 你的画作的那种技巧? 刚刚我看到没有吧 因为当时我还很年轻 对,对 这样在学校学美术的时候 我们也没学到这个水魔画 主要就是西洋的一些媒介 对,对 但是很巧啦 就是经过了20多年 我有机会在新加坡美术馆 当这个策展人 这样当时的美术馆馆长 就要我在2006年的时候 为陈文锡先生 办他的那个百年诞辰展 纪念展 所以当时在80年代看到的一些作品 例如 这张吧 我在这个20年后 在我的06年的展览 重新在我的展览出现 所以这个非常偶然的 所以之前就在书里面看到 1982年 而从2006年之后 看到真实的那个画作 对 那个感触应该是很强烈 而且那时候 陈文锡先生已经过世 过世了 91年他去世 对,过世之后 你这个独物私人 然后想到当年 你是因为这个也影响了你 喜欢美术等等 对 所以我们就谈一下那个 2006年的百年的纪念展吧 你这次展览工作应该是之前要做很多的研究 然后跟你说一说那整个过程 对,我记得我们应该是花了三年 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吧 准备 当时因为很可惜 因为陈文锡先生已经过世了 所以没有机会亲自访问他 所以就是通过他一些朋友 或者收藏家 或者是他的学生的访问 多了解艺术家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非常有幸就是说 陈文锡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 有留下一段口述历史的访问 这样存在那个国家档案管理 这样我们 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从他的访谈里面呢 就对他的一些生平 对他在早期在上海留学的一些经验 或者他对西洋化或者水魔化的一些理解 多了深一层的认识吧 是 那也就是后来就是收录在这本书里面 对对对 这个汇流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那是巨著啊 你看杨杨杨杨杨很厚的一本 而且不是第一册而已哦 还有第二册 对对 第二册我们就把那个陈文锡的那段访问 一层英文 这种中英文版都把它放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了不起 而且在里头你也也写了一段 基本上是对他的这个这个策展的整个经过 嗯 有讲了很详细哦 这个这个展览的一个导演 呃 包括从他呃 展览的主题开始讲起 然后进入到陈文锡先生整个整个整个 整个学画的整个过程 嗯 都非常精彩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您对陈文锡应该是认识 是非常深刻的 那你会怎么样看他的画作呢 对陈文锡的认识是比较间接的吧 是通过他的作品 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 呃 当时我记得我们还去了汕头 去他的故居 呃 我觉得他 有 几个特点我们可以 讨论一下 首先呢我觉得他 呃 呃 陈宗锡啦 刘康啦 呃 张丽颖啦 呃 这个探讨 呃 如何拯救中国 是 如何 呃 把美术现代化 呃 有了解 呃 我们从他的 西方的一些油画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呃 东方美学的 一些笔触 或者一些留白 呃 在他的水魔画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些 西化的 他对西化 尤其是现代化 画派的一些了解 如 呃 立体派啦 野兽派啦 抽象派啦 都 呃 很巧妙地融入了他 在他的作品里 所以这种 中西合并的做法呢 我觉得就是 南洋风的一个典范吧 是 所以基本上从 从上海那边开始 嗯 然后后来来到南洋 他其实 并没有到西方国家去 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画家 对 但是他却能够把 在上海 比如说租借地的一个地方的 那样子的一种东西结合 把他带到新加坡 这个南洋这个地方 因为不只是东西 还加上南洋这一带的这个影响 嗯 更加的多元 是这样子吗 对对 所以呃 肯定他是有受到 当时在上海 呃 呃 呃 美术学院 呃的时候的一些老师的影响吧 我觉得记得早期的呃 中国美术学院的呃 导师 大部分不是留法 就是呃 呃 到日本去留学 所以当时他们都 对美术有非常开放的态度吧 他们都都觉得说呃 呃 身为中国人 当然是必须了解 学末化 但是因为处在20世纪初 大家都对西方一些国际的一些发展 美术的发展呃 呃感到非常有兴趣 呃 可能通过 康有为啦 梁启超的一些影响 也觉得说 可以向西方取经 呃 改良呃 中国的一些呃 画的一些观念吧 是 他年轻就已经 他自己也提倡什么新水墨的那种画法 嗯 我觉得陈文欣他这个这个人 呃 呃虽然说没有去过西方 但是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说 诶 其实可以到南洋去卖画 嗯 最早的时候 对对 也是因为说诶 看到其他的画家 诶 到了南洋走了一趟 其实画也卖得不错 他也是因为这样子而走开始走出来吧 对对 因为我们还应该要记得说 当时呃 中国还处于这个非常政治 呃 不稳定的一个这个动态 所以当时很多中国南方的中国人 都希望说呃 逃离这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背景 这样来到南洋呃 呃 呃 最初他他也 跟其他的呃 华侨一样 希望说在南洋呃 呃卖花赚到一笔钱 这样能够回去中国 但是后来呢呃 情况就不允许 他他他他就把家人请了过来 这样定居在新加坡 很有趣的是他他其实本来是在中国是教化的 嗯 呃就是教结果跟学生说我只是去三个月 没有想到一来就来了三十年 对对对对对 他在这个口述历史里面有听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个 你出去一次你可能整个一辈子你整个人生就改变 嗯嗯嗯对 非常精彩的 陈文希先生其实还教过您父亲画画 所以他其实是一位非常重要在新加坡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 这个绘画教师哦 我们可以谈一谈 你觉得他这个作为一名绘画教师 他的这个贡献对新加坡 他的贡献对后人的影响是什么呢 对其实我一直认为在新加坡美术史上呢 嗯嗯 宗士兵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美术上的成就之外 他们大多数很多年都是美术老师 我们需要记得在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 美术教育还处于起步当中 在一个比较未成熟的一个阶段 当时设备比较完善的美术学院 也只有南亚美专科学院 其余就是几所中学他们都有开美术课 而且教得比较好的也只有花家中学还有中生中学 当时先去花家如陈文熙 就多年在不是在美专 就是在华侨获的中生当美术老师 所以可以这样说 其实目前新加坡很多位第二代要杰出的画家 都受到他们的熏陶 所以我可以 我深信了 就是陈文熙先生呢 他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刻 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绘画老师 陈子泉先生也是这几位老师的学生 那时候他在华中 所以都会影响 他影响了很多 那如果我们就谈陈文熙先生 他教了这么多年 一直教到他好像是62岁退休 然后之后自己在华中旁边 那个Five King Smith 买了一间房子自己教画 但是他之前其实教了很长的时间在华中 后来培养了非常多的学生 这些学生后来好像他们的画作的风格 好像就不太跟他一样是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陈文熙先生在上海留学的时候 他是念美术教育系的 所以他对美术教育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 他虽然坚持说他的学生必须把基础打得稳 美术的基础打得稳 但是他也不希望说他的学生模仿他 他一直觉得说 作为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必须一直追求突破 实验一直在改变 所以他都非常提倡这一点 所以从他的一些比较接触的学生画家当中 比如吴明泉和何银先生 他们都有自己的画风 自己的艺术思维跟老师的截然不同 所以我觉得陈文熙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是 我觉得学生不能完全像老师 因为你就无法超越这个老师 对 对 那我想他确实是一位非常让人非常景仰的老师 这就是我的这个师祖了 如果这么说的话 陈文熙先生 他其实是一位跟市场其实走得相当近的一位画家 我们从他最早的时候从这个汕头上海 从上海出发到南洋也是为了说想要卖画 所以跟市场其实是紧密的结合的 甚至他后来退休之后也经营画廊 我想请思维来说一说他这段这个经历 对啊对啊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 其实从某些角度新加坡跟上海有点相似 我们要记得上海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是一个非常国际的一个城市 而且早期那个海派的发展 也是因为当时的画家如武昌硕啦 任伯年啦 他们都迎合了当时的一种市场的需求 在他们的画作里面有所突破 用了颜色比较鲜艳啦 题材也比较通俗 所以到了陈文熙本身呢 我觉得他也了解到这一点 他想当一名画家 他就必须以画为支持他的生活 养他的家人 所以他除了在美术学院在家里教画之外呢 他也了解到他的画必须要在市场流动 所以他在可能在70年代吧 就开始想到自己要开画廊 直接出售他的作品 所以当时在那个Tangling Shopping Center 开了他 后来开了两间吧 画廊也蛮成功的 所以如果有访客或者收藏家 要买他的作品呢 就直接到他的画廊去买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稀有这个例子吧 因为一般的画家都希望说自己是存在的画家 跟市场要保持一种距离 但是陈文熙就没有这种态度吧 他就亲近市场 而且他第二间那个画廊 他以他自己的名字为那个画廊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他就很开放的 让人知道这就是我的画廊 这样子做其实帮助他的画 在市场上更多的流通 更多人认识他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推广自己的一些作品 他做的工作蛮多的 所以他也不排斥做示范 所以在他的画廊里面 他时常如果有访客或者厂家 想多了解他如何创作的话 他也当场也乐意做一些示范 尤其是用纸头画画 对他的纸画也是一绝 从在上海那段时间学了之后 就一辈子其实一直跟着他 对 他过后其实常到世界各地去办展览 办展览的时候也当场示范 也通常会以纸画为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华向文化中心里面 发现了一个宝 这个宝和全文西很有关系 你跟各位的口袋里面 皮夹里面的很有关系 我们要请四位来收一收了吧 对啊所以呃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里有几张五十块钱的钞票 所以当年货币局在构思设计的时候 他们就请了国家博物馆的策展人提供两幅作品 所以当时他们就选择了一幅是宗士兵渔村的图案 所以这里有个副视频 第二张呢就是陈文熙的水梦画 看到紫色的两个图案的图案 就是从陈文熙的作品抽出来的 所以图案是在新加坡的那种美术馆里面 对在我们的国家收藏里面 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 其实我们口袋里面有这个宝啊 就是新加坡的艺术先驱陈文熙先生的两支很重要的图案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源头的作品 其实有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历史 所以当时陈文熙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 他有提了一个小款 提了之后他发现其实他漏了一个字 这样他就准备把这张画丢掉 刚好呢他身边呢就有一位好朋友 就是鲁明德医生 哥哥奥鲁 也是他的收藏家 鲁明德医生他这幅画画的特别好 特别的生动 就要求画家让他满路下来 这样之后呢就进入了鲁明德医生的私人收藏 这样过了好几年呢 鲁明德先生就把这幅画圈给了国家 所以之后国家就做了这个作品 天呐 可是太有意思了 他虽然说不完美 就是他意思是在他的不完美当中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鲁明德医生 帮我们救回了我们的五十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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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